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看看這個軟體怎麼用 那首先第一個 其實剛剛提過了 它裡面有好多範本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急 先挑一個你喜歡的 挑一個你喜歡的 因為你 一般來講剛開始大家用這個 簡報的時候你會有點 不知道要怎麼用 隨著不知道怎麼用是因為你都沒看過 所以呢 我通常第一件事情我也不急 好比如說你看 假設我想要這種感覺的 你就點下去 這個時候它從網路上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那 等它下載完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看看它簡報怎麼做 對不對你要看一下怎麼弄啊 OK這樣進來了 那我們在上面這裡 就跟各位平常在那個用PowerPoint一樣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預覽 對我在這邊就可以直接預覽一下 看看這個簡報長什麼樣子 好那我們就 按一下 你用Page Up和Page Down也可以 這樣有感覺了嗎 有沒有發現這個你沒看過的 對不對 所以 下次跟老師講一下 你花了三天三夜沒睡嘛 好不容易做好了 好所以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先挑一下 看看哪一個是你要的 那萬一不滿意 你可以按那個剛剛首頁回去 這是一種方式 那如果說你覺得 這個 還算滿意 但是呢 你希望下一個會更好 就是你可以先留著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你就從上面這邊 有沒有還有一個新增 也就是這個軟體 他可以同時 開兩個 三個 四個 但是我建議各位啦 他跳到第三個視窗的時候 他告訴你 你電腦最好心臟強一點 不然這樣電腦變慢 所以他第三個都會警告你 好那我們就再增加一個 好 再增加一個 按個新增 你看我已經兩個了 有沒有 他就警告我 兩個了 為了要比較快的使用體驗 建議不要那麼多 這樣你有了解 好 所以我就聽他的話 我先觀飄一下 也有另外一邊有一個 我這邊 這一個 我就先回家 來 按 看一下 好我就按 首頁我就先回去 OK 我這邊就可以再來挑 其他的 像我們剛剛這邊 好比如說我挑這個 按一下 因為他的好處就是說 這些東西 除了你在 Powper你比較少看過 那第二個是 因為 不可多問他是來自大陸 那所以說他有比較多 中國風的東西 這個也是一般在 Powper你比較少的 好比較少的 那 這個一樣 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先預覽一下 看看那樣的感覺如何 這樣 OK嗎 有的比較短 有的比較 長 那要看他的什麼 範本 不過呢你就是 像這樣去 找看看 哪一個你覺得比較喜歡 你就 選擇他就好 所以第一個動作 我們剛開始都會先找找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樣喜歡的範圍 就從這邊開始 那第二個呢 就是跟剛提到的 自形有關係 這個部分呢也是跟大家 大家平常在用Powper你比較不一樣的 好來我就找 這邊 假設我要用這個 假設要用這個 好 我把它 你要使用它的時候 你用滑鼠的滾輪就好了 滾輪往前往後 就可以看到 那點到它 你可以看到 預設用的這個叫 絲圓黑體 好 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有的字形 前面是問號 有的是 綠色的勾勾 綠色勾勾表示 這台電腦 我已經怎麼樣 有用過 這個字形 這些都是你電腦裡面的 可是這個軟體沒有用過的話 它就會像這樣 是屬於問號的 那你 點一次 第一次用的時候 它會有載入動作 好會有載入動作 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這邊就不點了 好就 直接選 那 這個 現在用的這個絲圓黑體 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也可以用 反體字 就是我們講正體字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有沒有這樣也是OK的 好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 你用字體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的 第二個 我們一般 在PowerPoint裡面 請問你 你用的字 大小 你會用幾集的 字的大小 你平常都用幾集的 標題的話 至少都24或26以上 對不對 字標 可能就10幾啦 小標或內文 至少是12 說14 16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各位 這裡沒有在分 你看一下 這個 字 如果你要 變大或變小 右邊先收起來 好 點到它 來 你字 要 大一點小一點 就直接在這邊而已 它只有大一點 只有小一點 這樣可以嗎 沒有在分幾集的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在這個 這種簡報方式裡面 也沒有常常可以 Rune in run out 所以你那個幾集在這邊 沒有任何意義 你說我這樣 很大 但是永遠都不夠大 而且呢字本身是不是向量的 放大縮小是不失真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怎麼樣 不行 這樣了解 所以我滾輪 這樣是不是就放大了 滾輪放下去 字就OK 這個是 第一個 在字體的部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一定要留意一下它沒有那個字的大小 沒有問題 那至於說下面那些樣式 我就不用介紹 因為這個 很單純 平常各位 包括你用習慣的 你就點一點就有了 好 這個字體的部分先跟各位 說明一下 剛剛我們已經有試過了加入圖片 對不對 角色 最主要不同就是它有所謂的角色這個 而且呢 它的很多素材它也幫你準備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各位 比較少看到 比較少看到 所以你就可以 玩玩看 因為像這類的軟體 其實 使用上手 應該不會太難 因為它有那麼多範本 讓你挑對不對 有那麼多範本 只要你 偶爾 挑一下 應該 都會挑到不錯的 而且它一段時間也會有更新 好 也有新的範本出來 你就可以再使用 好 那 剛剛呢 我們也有找 去背的 對不對 找去背的那個 圖片的嘛 那 這個部分呢 我就 再多介紹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的 圖庫 它送給你的 免費用的這些 你覺得 還是不夠 怎麼辦 沒關係 可以再找 可以再找 那 去哪裡找呢 等我一下 我把這個 比如說像這裡面 它有一些內建的 這個丟出來 我們剛才有用過其他的 那 這些都不夠的話呢 你用 收訊型 你可以怎麼找 你可以這樣子 來 我們找找看 這裡 你看我們這樣找 如果說你要找 狗狗好了 你如果這樣直接找狗 那你會發現 找到的 可能是有去背好的 也有可能是 很多是不是都有照 就是有背景 對不對 那你要找 已經去背好的 雖然我們剛剛有分享那個雲端的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每一張都要去 也是有點麻煩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盡量找什麼 免費的 而且怎麼樣 已經去背好的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加上兩個關鍵字 試看看 一個叫 PMG 就是你要的關鍵字後面加個 PMG 好那這個時候呢 你應該就會發現 有沒有狗狗變乾淨一點了 有沒有發現好像有背景的比較少了 有齁 都同一個關鍵字啊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這裡有詐騙集團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些縮圖上面 有這種 有網格狀 這GAY 我跟各位講 真的不會再縮圖 真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邊 我點到它 點到它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有 我還在跑 有 你們上面看得出來嗎 我放大一點點 這樣 你們看得出來嗎 上面是不是 網格 可是你看 它在縮圖會不會有網格 不會 因為Google在做那個 搜尋的時候 它自動產生一個小圖 那小圖是不會有 去背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麻煩你 不要被這些 詐騙集團 讓它可愛就 點它 點下去 假的好嗎 你看我拿進去裡面 我把它拿到這邊 拿進來 哇 這個要下載下來 這個不能用丟的 好 你看我把它另存起來 好 存下來 OK 這個我就可以把它丟進去了 各位 有沒有看到詐騙集團的真面目了 有了齁 對不對 所以不要看到它可愛就抓它 因為 真的 縮圖不會有 所以你要會找 那 一樣的關鍵字 你搭配什麼 不同的 圖檔類型 第二個 你可以用的就是 SVG 因為 PNG是點陣圖 SVG是什麼 像樣圖 所以你用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發現狗狗都變卡通一點 因為這些就像插畫啦 像Flash那種比較卡通式的 它就會用這種叫SVG 可是這個裡面其實很多也一樣都是什麼 都是那個叫做 就是 PNG 因為它產生的縮圖很多都是PNG 所以你就點下去看看 它 有沒有透明 如果有剛才有透明 那就是你要的 你可以直接用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 記得剛剛講的兩個 那個圖檔格式 PNG跟SVG 在你關鍵字後面空一格 這樣你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第二個 你如果覺得這些還不夠 也沒有關係 你要找其他素材 又要沒有版權問題的 你要知道有所謂的創用CC 我們的這個圖庫裡面呢 這裡 我找一個創用CC 創用CC 創用CC各位有沒有 應該 那個 著作學宣導應該都會有提到 有概念 最基本的 就是 你要標注什麼 出處 要標注出處 但是呢 創用CC裡面還有兩個是大家比較少 注意到的 因為你連出處都不用 只要是人拿著就走 可以嗎 不要留下你的名字了 這叫什麼 在這邊 台灣創用CC你去找一下 懶人包 進來我們看一下 上面我記得有寫 創用CC的授權 你找這個公眾領域的 這個是大家比較少 注意到的 他有兩個 一個公眾領域呢 這裡有兩個 一個叫做CC0 一個叫做PDM 這兩個 是 完全不用標注出處的 你可以直接拿就用 商業使用也沒問題 那 什麼叫PDM 就是人類共同資產 金字塔 萬里長城 有沒有 詩詞 古典音樂 這些都已經過了什麼 詛作權保護的期間嘛 所以 你可以任意使用 但這個任意指的是 你可以用 但是 不代表說 你可以宣稱那是你的 了解嗎 因為那是人類共同的 那另外一個CC0就是說 他雖然在 製作權的保護期限裡面 我們是50年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有些人 他 就是願意放棄 這些權利 雖然還在保護期間 自願放棄 你拿了就走 所以 這裡面包括了 不管是 你是那個什麼 是圖片也好 文章也好 音樂也好 都一樣 所以 現在呢 有些圖庫 就是專門針對這一塊 讓你去找 讓你去找 那 在我部落格上 我有介紹一些 那我 給各位看一個 我比較常用的 這個 因為這個有中文 所以可能剛開始 各位在接觸的時候 你會覺得比較容易 但是 真的 英文的資源是比較多 你可以找這個 Pistabay 這個 他有簡體中文的介面 我先切一下 你會感覺 比較親切感一點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可以用中文關鍵字喔 喔 也可以 好 那 看你要找什麼 那重點在於說 你找到之後 比如說你要找這一張 找到之後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 License 可以做商業用途 不要告訴我叫你什麼 來自哪裡 這樣了解 好所以呢你就可以按下載囉 免費下載 那麼他很貼心的 提供那麼多解析度有沒有 你甚至要用這印刷都可以 基本上呢如果你要下載最高解析度 你要稍微註冊 會員 免費的 但是如果你是 我們一般就是1920 以下的這些 就直接下載 所以我就按下載 他只會問你 是不是 不是機器人 可以 這樣 然後呢就下載 有沒有這樣就下載下載了 你就可以拿去用了 也不用著名出處 那麼這個網站另外好處就是說 他除了我們剛找的這種 照片的就是點證圖 它有支援向量 插畫 還有影片 所以呢如果你要找 像這樣子的 你要找的是 屬於向量的 所以如果你有缺一些那種 就是 圖庫 比如說你這邊找的那個 好 找貓的 有沒有發現這些是卡通的 哎呀 看到這個就突然想到最近幾幾那件事情 你不知道幾幾發生什麼事嗎 畫的那隻死虎啊 弄錯了 結果搞的 原作者 人家就畫一份給我們 前幾天還跑來台灣嘛 也邀請他來 還好是圓滿 的結局 所以你如果要這一張 點下去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在這邊下載 有沒有發現 請問 是什麼圖片格式 有的是PNG 但是這裡有沒有SVG 我跟你講 我們Focus看也支援SVG 剛剛有沒有提到SVG是向量的 所以如果你要 在那個簡報面放大縮小的話 是用SVG會比較方便 因為放大縮小不時針 你就不用擔心說我的圖片解析度夠大 那我這邊先抓小一點的就好了 好就按下載 各位你只要有看到後面那一種就是 就是什麼 區培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張就把它拿進來囉 好拿來這邊丟進來 有沒有就是區培好了 因為我們在做簡報 事實上這些方法 也很適合各位在做什麼 海報啊 DM啊 有沒有 有時候社團活動啊 或者你要用在FB裡面 還是用在 那個 影片裡面 是不是都適用 因為區培很重要 你沒有辦法區培 很抱歉你就找不到適合的圖嘛 你的合成效果就會比較差 都是 貼狗皮藥膏 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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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 這樣清楚了 好所以這些資源呢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樣以後你就有比較多的 圖庫的素材可以找 而且重點是 不違法 那 不過我強調一下 如果你是用Google那個 PNG SPG 你還是要自行過濾喔 他只是幫你找那些圖檔類型 版權的過濾還是沒有的 OK